另外也要带你看前第一家庭 这是赵建民他的爷爷赵竹旺 日前过世了 那么在昨天下午 大家看到赵建民跟赵玉柱 父子两个人再度同行 那么同时也带了赵义安跟赵义庭 四个人出现在殡仪馆 在林前上香致疫 只是大家都在关注 陈信瑜到底有没有去呢 看到了最后陈信瑜缺席了 爷爷在过年前去世 周日下午赵建民祖孙三代 四个人出现在殡仪馆 敬晚辈应该敬的笑道 赵建民手里抱着赵义庭 头上戴着帽子 帽圆压的滴滴的 失去亲人的痛 让他心里乱糟糟 赵义士 信瑜会不会下来 手里抱着孩子 什么话都不想说 而好久没有出现的赵玉柱 牵着赵义安跟在旁边 脸上戴着墨镜 遮眼疲惫的双眼 校长信瑜怎么要来 你名字怎么要来 谢谢 简单说了声谢谢 回答媒体的问题 然后就保持沉默 祖孙三代四个人到灵堂前上香 年纪还小的赵义安赵义庭 手里拿着香 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抬头一直望着阿公赵玉柱 阿嬷捡水棉耐心在一旁 教他们要跟阿奏拜拜 两个孩子乖乖跟着大人们下跪磕头 似乎也感受到悲伤的气氛 三点新闻南部综合报道